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我是陈明君 四月份终于结束了 真的松了一口气 这个月好难熬 但还好迎来的是 还算令人满意的结局吗 今天电子股继续的反攻 虽然有一点点虎头蛇尾 好在航运三雄街棒演出 长荣大涨了半更停板 加上台积电开始有振作起来的迹象 四月最后一天台股大涨172点 同时站上了五日线 接下来有三天假期 阿浩老师要拿出压商宝 要大家好好的复习 还用四个指标来做教学 电子股开始反弹了 哪些个股现在其实都很便宜 可是有些是宝 有些可能叫不要碰为妙 这些个股怎么样来趋吉避凶 找出好的切入点 请教张家豪老师 阿浩老师好 明确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因为昨天 美股四大指数全面的反弹 今天大盘一口气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昨天我们吴岳长老师有说 大盘如果连续出现两个向上反攻的讯号的话 有机会导撞反转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尤其这个礼拜连家军一吐怨气 连电法说会后 股价大涨今天休息有没有关系呢 那连电稳了 连家军的致员这一波也修正很深 但投信还没有跑 致员有没有机会 也是有反转的华丽行情演出呢 吴岳长老师和我们说 只要站稳无日线会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点 怎么来抓出比较漂亮的进场成本呢 请教吴岳长老师了 岳长老师好 明君好 大家好 阿哈老师请问一下 好棒 我们终于等到纳斯达克昨天 其实我们看看美国股市的财报 苹果财报很好 可是它有释出了比较保守的展望 那这个英特尔跟亚马逊的财报 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差 但美国股市昨天不管了 科技股全面的大反攻 也带动台北股市 今天是向上跳空的大涨 四月之后一天 台北股市终于给了大家一个 比较像样的表现了 那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观察重点 你要怎么样来分析跟解读呢 好的 其实在昨天晚上 那斯达克指出他大涨 他只为了一件事情 他希望把他的周K 先变成是红色的 这个是为了下个礼拜的反弹 来做准备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背离 对 背离的话 你要反弹 你距离五周均线还那么远 所以其实他要先做准备 先软身一下 所以他先把周K变成是红色的 但是这个是在礼拜六早上才确定 对 等到下个礼拜 他这个扣底往下的时候 他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均线往下压的时候 他只要撑住 他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就有机会出现了一波反弹 就比较容易过五周均线了 最重要还是要在五周均线一定要站上 好 那我们国内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一路的往下去下杀 但是杀着杀着 他也杀出了一个机会 杀出什么机会 我们昨天才提到说 多头你真的要开始抵抗了 不然那个下去真的头就很大了 所以其实他也开始来做了一个抵抗 那抵抗的话 我觉得重点是在这条线要过 所以在下个礼拜 我们再重新回来的时候 这条线它是往下压的 所以它过与不过 其实跟518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它破了518之后 重新再站上去 其实那个是更好的 如果说它比较强势的 它直接过去的话 其实那就比较强势了 所以其实观察的重点是在于 那斯达克的五周均线 以及这一条比较重要的 下降切线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下周要开始观察的 其实看起来台积电今天 有一点一点展现了抗跌的力道 因为毕竟它的小弟们都已经 反弹大涨了就等它 是不是也要看外资的脸色呢 还好阿豪老师 外资今天终于是没有再卖了 买了64.8亿元 那我们盘后数据还不知道 希望它不要再卖台积电 好歹回补的话 大盘比较有机会 假设二哥三哥四哥都已经反弹了 台积电也反弹了 现在好多跌得很惨的电子股 应该都有机会反弹 但是大家都很便宜嘛 大特价一大堆 要怎么选到比较好的物件呢 对啊 其实现在大家去看 便利是房间 够凶的啦 有时候便宜到 因为怎么它跌到这样子嘛 对对对 可是要稍微分辨一下 你捡到的到底是钻子还是狗屎 这只要稍微闭一下 所以我就用大家最熟悉 最简单的方式 快速的去做一个筛检 好 反弹它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当它KD出现低档背离 你可以去锁定 我们那时候就看到连电 对对 当它站上五日均线 它反弹就开始了 好 那如果说它再强一点 突破这个下降切线的话 它就是真的开始要反弹了 可是真的要去翻多 它必须MACD 必须要去站上零走以上 成立前三项还只是反弹 对 等到这个真的由负翻正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是翻多了 所以其实反弹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其实有很多股票 都已经站上五日均线 甚至突破这个下降切线了 可是接下来你要观察 如果它不对 怎么又跌回下降切线 又跌破五日均线 甚至再破底的话 那个当然就是不对的一个股票 好 所以这关关难过 关关过 那我们从这个股价来 一一地做检视 第一个就是连电 对 其实我们就抓 第一个它是不是出现低档背离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跟各位提醒 要锁定它 它有机会出现反弹 对 结果它是不是站上五日均线 而且今天刚好就打到这个下降切线 又被K下来 那个难度太高了 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它有这三个步骤 有 可是如果说它锁住这个五日均线的话 它要再赶快去站上这个下降切线 那如果它正式翻多的话 MACD它要去做一个翻证 好 那联发科的情况它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的下降切线 刚好就连在那个五日均线上 所以它突破的话 两个一起过 可是同样的 如果跌破是两个一起过 所以如果你是要锁定联发科的话 我觉得在操作的一个节奏上 可能要稍微比较紧凑一点 要钉得比较紧一点 对 就是说你可能联发科 要看得比较紧一点点 毕竟联发科老师说 是下降切线跟五日均线 是连在一起的 要站站上 要跌就一起跌下来 所以它可能不是好就是坏 那现在的确是MACD还在复制 没有回升的迹象 现在阿豪老师说 满地都是很便宜的 好料让你捡 但是也不知道说是捡到福还是货 怎么样避开危险掌握机会 刚才我在广告时间 跟老师聊到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好啦 我的套牢骨 我就看它空方式不对劲 我忍痛停损了 减少损失 就拿出来的钱 又买到下一支套牢骨 这很气 这个就是一个很 一定要不要再犯一样的错 不好意思 我直接讲了 所以你接下来要去买的股票 一定要避开像这一种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 一直教各位的 它明明嘴巴就张得大大的 一支拉扣斯张在那里要等你 你要跳进去 那怎么去判断它是鳄鱼呢 是不是发现它的底 一直在破底 而且高度没有办法去过高 这种股票尽量地避开 等到它变成什么黑尾鱼的时候 黑尾鱼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高点慢慢地能够突破了 它的低点也不再破低了 但是如果要找这类型的股票 更重要的是 你切进去的那个切入点 一定要有成本的优势 才能够抱得住 才能够去赚住 它真的比较好吃的那一段 所有的成本优势就是说 趋势是对的 你找到 可是你不要买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会更漂亮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大家 有没有好好的把阿哈老师教的课 记在脑袋瓜里面 那我们看吉党各国怎么样 来抓到比较好的成本优势呢 其实我们四月份 如果你仔细去算一下大盘 它曾经一度大跌超过1400点 其实算是很糟糕的一个月份 要不是这两年回神 不然真的是跌很差 对 算是很难看的月份 可是你会发现 像2603的这个长龙 其实它四月份到最后它是涨的 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式的股票 你会发现它很明显的 风风高 底底高 这个我们之前就一直跟各位去报告过了 风风高 底底高 那加上切线的话 你可以避开它变成是那个鳄鱼的那一段 那更重要的是 当它又变成是黑尾鱼的时候 你可以切入在一个比较好的点 当它重新在站上了均线的时候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师傅我想追问一下 因为很多头证都知道说 我可能碰到这个 这个上升切线的时候 我就做进场嘛 对不对 就是它回撤支撑 然后再向上反来 可是回撤支撑的时候 有时候它骨架可能当天也说是涨 是跌 大家比较不知道 遇到黑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比较没有信心 遇到红红的时候追 那成本又失又没了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技巧 可以教大家 其实一个简单的技巧就是 当它回跌五日均线的时候 不要直接去接 我宁愿等你重新再站上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又变成是顺势了 因为你下来的时候 你等于是在逆势接嘛 可是等到它重新上去的时候 因为你是要做多 你是顺着上去 所以那又变成是顺势的 这是一个交易的小技巧 好的 没问题 那除了长榮之外 我们来看另外一档市 电子股当中 网通族群最抗跌 而且表现的是最为勇猛 尤其是这一支 相当神准的神准 对 其实四月份 除了快篩股之外 应该是它是表现最亮眼的 那为什么是这个原因 其实你稍微一看 有看我们节目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个多方式的股票 风风高低低高 你看就对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抓到它是多方式的股票 你的切入点必须要更漂亮 我们用均线去做一个 好难喔 是不是在这地方 有没有 在这地方重新站上均线 这个圈圈就是一个好的买进点 重新站上均线 跌破又重新站上 是一个好的买 前提是它是一个多方式的股票 那如果说 它已经冲上去了怎么办 不要去追在那个地方 等到它压回又重新站上 这又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可是它是在同一天发生 隔天 隔天 这种时间不要去接 不要在这地方去接 而是等到它重新再站上 五日均线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切入 对 它前一天还是跌破 隔天站上去了 这个点位你就等它 这个就是掌握机会的同时 一定记得这四个字 要让自己有成本的优势 好喔 那阿浩老师这两个礼拜 陪大家度过了惊涛海洋的两周 我赏心大家 整个阿浩老师所教的一些技巧 大家应该都有反复练习 来记在脑海当中 那阿浩老师会暂时休息 没关系 在这个看不到 在节目当中找不到阿浩老师 这两个礼拜 其实阿浩老师也是有一些 压箱宝要来教给大家 提醒大家 如果说对刚才阿浩老师讲的一些 怎么样掌握反弹的一些个股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这个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 可以找到阿浩老师的这个Light 也可以运用打的 atgood580178 也可以找到阿浩老师 有很多的影片或者是资料 或者是潜力黑马骨 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分享 那老师你来讲一下 这三天年假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讯 跟功课要交给大家呢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大家可以利用假期去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觉得我教的一些 分享的一些技术分析还不错 其实我们在Light上面 有一些讲义 你可以自己的上去做一个参考 对 那再来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各位能够 学了之后 不是纯粹在做研究 而是真的要去做个运用 对 四月份那真的就算了 真的一大盘跌1400年就算了 但是五月份试着列出五月份 自己的一个操作清单 如果说你自己列出来的操作清单 比较没有把握的话 也可以在参考我们Light上面 我也会分享一些口袋名单给各位 老师我想问一下 五月份的操作清单 你的口袋名单 有没有一些方向大概已经抓到 跟大家来透露 对 第一个就是沉淀已久的那种小型骨 因为它上面没有什么套牢的筹码 对 第二个就是它是属于季节性的 也就是每一年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它特别有表现了 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方向去做一个琢磨 好的 以后是阿浩老师 对于这个Light里面 或者是最近大盘 五月份的行情 有机会反弹 怎么样抓到比较好的标的所做的分享了 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阿浩老师的这个大法娃娃 要跟他加一个Light 那广海 吴老师也要给大家功课来做一做了 经过了四月份震荡的行情之后 其实四月的最后一天 台北股市收得还不错 昨天吴老师有讲 台北股市如果连续两天 出现了向上的红K的话 有机会呈现导撞反转 那有一些跌身的个股就有机会表态了 哪些个股其实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家可以留意呢 广海 来锁定1600股民开价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价 昨天台北股市有做了反弹 因为靠着这个好多的科技股 法术会之后呢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电子股就呈现了这个 反弹的一个力道 昨天吴老师有说 大盘要强 今天跟下礼拜还是很重要的 今天还不错 我们今天大盘一开盘就跳空开高 上涨了一百多点 盘中有稍微的压回 不过不影响整体的表现 老师我想问 今天如你所说的 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但是是十字K并不是一个红K 有没有关系呢 这部分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讲K线理论 我们讲这是延续性的形态 所以就单一K棒 十字线就是叫那个等待 变盘线 所以说在这个休息一下 如果明天就下一个假日 可以变成一个红K 还是一个导装反转 但是不代表这个会是红K 它如果是黑K那当然就往下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维持一样的观点就是五日线 这是一个重要的位阶 然后因为这产生了跳空 所以说它回撤 如果把这个确口补了 那其实盘式也是转弱 但是一样 它补了这个缺口 其实就跌破五日线 所以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就观察五日线 跟整个跳空缺口 如果不跌破的话 我觉得短线再往上慢慢攻 还是有这个机会 好 老师昨天讲 现在大盘的机会来了 因为今天出现了一个 向上的跳空缺口 也同时站上五日线了 那我们之后要放三天的廉价 就看下个礼拜台北五市 如果每一个股市 不要有太大的变化的话 有机会再向上 只要不要回补跳空缺口 和守住五日线的话 短线上面的行情依然是有机会的 尤其最近大家很关心 电子股终于有一点点破底番的味道 我想昨天 全台湾的股民都在关心一档 股民那就是2303的联电 就连今天也是很多人都在问 早上我看到好多的报告 突然之间 一堆的法人都看好它了 但是今天找盘多买进去的人 其实尾盘会哭哭 对 没错 这个真的今天早上最热的就是 其实从昨天收盘完就很热了 大家就一直说林电可不可以买 大家怎么会这样 真的一窝蜂不建议 但是你说能不能买 其实我们昨天的分析 其实我是觉得林电确实有机会 对 因为外资是大买它的 对 然后基本面其实也不错 坦白讲法人的报告 我昨天来之前我就看了 真的很多法人它的目标价是定高的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散户的角度 我们要怎么进场 这个东西就要讨论了 因为你开高去追那当然就不行 所以我们这两周的时间 我们怎么进场的方法 跟大家介绍了嘛 对 那最后一天我们就 停损怎么设定 我们也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以联电为例 如果你很想买的话 我会怎么建议 因为停损的位阶 我们是不是设五日均线 或者是什么 这整个上涨的红K的低点 就是你可以先想说 可能我停损要停损在哪边 通常是五日线就会停损 或者说跌破红K的低点就停损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在这样设定的话 我们以我们短线 我们以5%来做停损的话 那我是不是向上找 就是5%的位置 好 五日线46.5 对 当然收盘是低一点 盘中大概46.5 然后所以你乘1.05 是不是往上抓5%的 OK 所以你是不是低于 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去买 你这样子你就不会盲目的追价 对 没错 因为你追多3% 你停损回来就变8% 对 所以这种盘 短线的盘 我就不建议大家急于追价 我宁可没买到 我找下一档 对 这种时候就要这样思考 好 所以红K低点一样 所以我们这样来算的话 也许我们今天就买了481 或者488 好 45.85 是红K的低点 红K低点 对 我可能也许抓这边做停水的话 我看我什么时候进场比较安全呢 5%的空间 所以乘1.05变48.14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买联电的投资人 可以抓48.14到48.8 这个之间的价位 就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进场 对不对 对 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在这个 现在均线扣底位阶在这里 所以它往下扣 它翻转向上的时候 你的均线还自动变成移动停力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无论均线往上走 你的听传位阶是往上拉高 对 所以可以这样子 均线的好处就是 好学又好用 好 那联电看起来 最近是有机会走一个反弹的态势 那怎么样聪明的进场呢 找到自己成本的优势就很重要了 那联电反攻了 我就想问这档个股 也是联家军当中的致员 它的法说会的内容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致员 今年的在手的客户 是比去年暴增非常的多 所以今年的获利能力 想必会比去年成长相当的多 老师 致员这档个股 其实大家都想问 它也修正蛮大一段了 但是投信其实它调节的章数 并没有算是蛮多的啦 致员这档个股你觉得 在五月份的行情 也有机会来做一个反弹的演出吗 对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 第一个 致员刚刚明明讲到的 它的月营收的扩增 它从十二月开始 大概都九十%以上的年增率 对 这非常高 所以它真的是业绩爆抽 而且我们再回头看 毛利率五成 营业利益率第一季出来了 二十三%左右 这种公司都非常 互联能力非常强的公司 但是它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涨太多 所以它现在我们来计算 本益比还是还是蛮高的 将近四十倍 所以这种角度要怎么切入 其实我会觉得可以 为什么 第一个筹码 投信的持股目前还是两成 两成以上 那很多 对 它之前的高点大概23% 所以它从高点一路修正下来 这两段卖 对 卖到现在大概是两成 而且你看 投信还做什么事 昨天还进场捞 对 是 对 所以昨天投信是不是看到联电好 然后进来捞自由 不知道 但是OK 它开始进场来做回补 而且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 刚刚是筹码跟基本码 现在什么事情呢 技术面的角度 这一波的下跌它是怎么样 就是五日均线一直都站不上 这一波高点下来 是不是这一条五日均线 对 对不对 因为是黏在那边 对 它是不是上去就下来 上去就下来 一直都站不上 但是你看 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 连续两天 昨天站上了 今天虽然收黑K 但是还收到 昨天的红K收盘价之上 而且两天都是站稳无日线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开始有反转 所以这叫什么 惊性的惯性被打破了 是 所以有可能行情形成反转 好 这有这个机会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角度 其实你看 这真的也是有点像K线形态 OK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我们讲 停损的设定的角度 对 这一段时间我们是一样 我们用五日线线 作为停损的位阶 所以我怎么设定 我们就大概二六五的位置 二六五 可以做进场 所以今天其实买得到嘛 对 是 对 然后买得到 我们就五日线做停损 大概就这样子做设定 我觉得很单纯 外加投信现在其实 不只是没有卖得很多 昨天还跳进来买 对 所以代表说呢 投信还在里面 也许可以再跟上一下这个 可能向上拉抬的这个列车 那另外一 机场个股来问 其实这两个个股 我都是老师这两个礼拜来节目当中 都有分享到 那我们在讲个股之前 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 我们在停损的时候 其实我当然知道停损会痛 非常啊 对 但是 我们这不能说什么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我们没有那个格局 对 我们没有那个资金 但是OK 我觉得跟大家很多投资人聊 我会觉得建议大家 你把停损当成什么 就是你开饮料店 你要花个三五十万嘛 可能不止 对 可能不止 要一百万耶 但是你开下去你是收不回来的 就在很久 对 就是真的你不想开了 你还是要收尾嘛 对 但是你在股市 如果你在夜市创业 跟我们在股市创业 所以你觉得投资股市可以当作创业 对啊 你就把它当创业成本嘛 我进来做这个生意 哪有生意是稳赢的 没有啊 但是我们只要设好 我们觉得可以控的成本 对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这样思考 去花这个钱 去做这个停损 那其实就当作是交易成本 对 我觉得这样思考心里就好过 好 然后你在设定的时候 做起来就没有心理压力 好 没错 好 那我们两档个股来观察一下 这两档个股主要是这样 这一波都是我们有介绍的 但是重点是什么 顺势而为 这什么意思 这一段 他们两个的高点是什么 就是目前这一波大盘的高点 对 高点跌下来他们是不是跟着跌 对 他们前面比大盘强势 对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叫市 就是真的大盘不好 特别是在这种行情 不是多头的行情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在操作 你真的强势个股 他在修正的时候 你假设这一天 隔天这样跌下来 你是无论线赶快跑 是 其实是 不要跟他撑了 对 你回过头来 再找机会买 对 所以一样 就回到刚刚我们停损设定的位阶 假设这两个你都用月线 当成停损的位阶 你是不是就可以回头再来买低点 我觉得这个操作的技巧 搭配盘式 我觉得大家可以要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分钟 老师的这个展哥小教学提醒大家 这几天老师给大家 一步一步进阶的这个教学内容 可是如果大家觉得 时间很短上不太够的话 其实老师你有这个系统性的一些 不管是进场或出场的方法 都会在LINE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 对不对 那提醒大家 可以扫一下老师的QR Code 手机拍一下QR Code 就可以找到展哥开讲的这个 LINE的群组了 然后老师想问一下 你的LINE AD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内容 这三天可以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交流 那下个礼拜我们看不到你吗 有没有什么大盘的提点可以来叮咛大家呢 其实在这个LINE的话 其实我就整理那个这一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我们在教学上面 一阶一阶的去的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 回头看那个影片 然后我后面可能会再整理成一个精华版 这什么意思 对 就是我们把整个操作策略连成一贯 因为我怕分四个影片 大家看完还是逗不起来 会啊 会啊 我就会有一点点兜不太起来 对 所以也许我们有文字版 然后再剪一个精华版 把整个操作的技巧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当然最后 还是跟大家叮咛 就这一段还是反弹行情 千万不要觉得说 好像压到了就怎么样 真的还是不要这样 就是不要压太多 对 还是不要弹 有赚就好 对 为什么我设5% 因为我们算是5%算10%利润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停损设好再进场 很重要 真的 对 而且重点是什么 我们Lite也会 因为我觉得5月有机会有行情 所以5月有新标的 我们未来也会在Lite他们跟大家做分享 就用我们教学过的方法找到标的 好 阿豪老师跟Lite长老师说 5月份有行情找好标的 A